接下來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可以讓他全部執行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目前執行的話 只有第四列被執行 那為什麼第四列呢 因為你現在指的是Sales裡面的4 這邊都是4 那如果你要輸出第五列的話 怎麼做呢 那你可以可能想說 其實直覺看到 不過字好像放太大 工具選項我把字稍微縮小一點 因為這樣感覺好像寬度 把這個字稍微縮小 那這裡的話 這樣好像太小了 把它改成12號字剛剛好 那這邊的話 當然輸出只有第四列 可是我要輸出第五列的話 你可能直覺會想說 是不是應該怎樣 把這一行複製一下 Ctrl C 然後移到最後面之後 Enter 然後在Ctrl V貼上 如果你要第五行的話怎麼做呢 應該可以猜想得到 這邊其實可以把它改成5 不就好了 然後後面都一樣 就是取得後面的東西 幫我串接完之後 丟到15的儲存格 這樣當然可不可以呢 其實這樣也是可以的 只是說呢 你想說那後面呢可能到100多列 怎麼不可能一直貼一直貼 貼到100多列嗎 這樣當然不ok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跟寫程式 輸出一個有沒有 第五列出來 那可是如果說一直貼一直貼 那跟圖法列應該沒什麼兩樣嘛 所以哦 VBA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一環就是 如果以後你要重複執行的話 你一定要學會一個叫回圈的東西 回圈啊 其實如果你有學過那個 畢竟程式法 計算機概論裡面都有提過回圈 那回圈其實簡單白話的意思就是 重複執行 重複執行什麼動作 你只要想到重複動作的話呢 你就要想到回圈 那如果回圈啊 呃是有一個範圍 比如說我今天是希望從第四列 Ctrl向下 到哪一列呢 到103列的話 ok 我知道範圍要到103列 第四列到第103列的話 那你只要告訴他說 哦 我要重複的範圍是在第四列 到第103列 那你要怎麼告訴他呢 在VBA裡面哦 你接下來可能要學會一個叫Ford Ford回圈 在那個上面Enter之後哦 Tab鍵一樣按一下 Tab 那接下來怎麼修改哦 其實還蠻簡單的哦 程式非常少 但是不能打錯 我剛剛講過 只能100分 不能99分也很高了 但是還是不對 程式就這樣 錯一個地方都不行 就是不能執行 所以有的時候 有人為了那個1分哦 可能找那個錯誤找半天啊 寫完了 但是錯了哦 所以你慢慢咬得好習慣 動作不要快 寧可慢 但是要精確 你就不會 比較不會有錯誤啦 比較不會有錯誤 就比較不會有挫折感 OK 因為其實基本上 我不敢說每一次都打對 但是我一定按照 應該要的標準化流程 所以怎麼打程式就比較不會出錯 OK 所以寧可慢哦 那我打一次一個 for for的敘述的話 告訴他說 for i 這個i呢 是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 它會不斷改變 那改變我剛剛提過啦 它的範圍是第四列 到 所以空音格 2 4到103 OK 然後你enter兩下 打一個nex OK 好 這樣的話就打完了 就告訴他說 你幫我 產生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名稱叫i 那這個i的話是自己取的 不見你叫i 你叫a也可以 叫b也可以啦 反正這個名稱是自己取 這樣變數 那這個所謂的變數是 它裡面的資料會改變 那改變一定是從什麼 從4開始 那它nex就下一個就變5 nex下一個變6 直到呢 它改變到103為止 就結束了 所以回圈的意思是說 我從4到103幫你改變 然後呢 幫你做重複的動作 直到103為止 OK 所以for回圈是一個範圍 4到103 所以剛好符合我們的需求 第二步的話呢 第一個 請你打一個for回圈 應該不複雜啦 反正這些 你不要打錯任何的字就OK了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剛剛這一行 搬到 搬 搬 搬應該會吧 選舉它 按住不要放拖拉 到它的中間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請你多按個TAB鍵 下一接 表示說它在裡面被執行 然後下面有一個多的那個空白例 把它刪掉好了 讓它看起來就是比較完整的結構 類似長的像這樣子 那裡面要做什麼呢 基本上 1 打一個for回圈 2的話呢 把剛剛那一行放到中間 並且多按一個TAB鍵 3的話呢 請你做下一個動作什麼 把原來的4做什麼 對 沒錯 就這麼簡單 意思就是說 反正剛剛只有一個4嘛 那我現在要不斷改成 4到103的話 所以你只要怎麼樣 把剛剛的4改成I 把4改成I OK 所以會有幾個地方呢 總共會有 應該也是四個地方 把那個4改成I 那改完之後的話呢 OK 這邊 改完喔 OK 不要打錯了 你看沒有問題吧 反正沒有很多喔 不過每一行都非常的重要 OK 然後該做的啦 反正要精確 像我按TAB鍵有沒有 這個也一定要 因為有些同學 都忘了要打TAB 因為 講說胡倫吞 先把它打出來 可是有些動作啦 我覺得 你可能要確實 因為如果沒打的話 它全部在一起 程式一多的話 你看不出來 哪一個是在for回圈的外面 哪一些是在裡面執行的 所以這個階層其實 就會看出它 那個內外的關聯性 OK 所以按個TAB鍵 那接下來你都打對了喔 OK 那沒有問題之後的話 請特別注意喔 接下來執行它看看 如果呢 你看到的結果是 它會從第四列到103列呢 全部幫你執行完畢的話 那恭喜你 你的程式就完成了 我們試一下喔 這邊的話 把它移到旁邊去 然後優標移動到裡面 按執行 全部執行完畢了 那再來的話 請你把門號這個程式 改成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喔 我把這一段程式喔 一模一樣的這個東西 複製一下 Ctrl C 貼到下面就可以了 然後呢 然後呢把它改 門號兩個字把它改成清除 清除 OK 那可是問題你現在清除喔 但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清除輸出來一樣喔 所以請記得喔 你只要再多做一件事 就是把儲存格後面的東西怎麼樣 全部刪掉 那清除的話 在Excel裡面啊 其實就丟空自串 就兩個 兩個 雙引號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怎麼樣 把剛剛的東西貼過來之後啊 其實一貼過來 複製貼 二的話改成清除 三的話呢 把後面的東西呢 用兩個雙引號 取代上面的東西 那就是清除了 OK 現在可以看懂那意思啊 OK 好 做完之後呢 再來就把它怎麼樣 執行那個清除的指令 清除 這時候的話呢 它裡面的東西又全部不見了 好 那我們其實基本上 這樣做完之後的話呢 就已經做出類似上個禮拜 用聚集錄製一樣的結果了 但是它最大的差別什麼呢 這個地方不是用錄製的方式 而是自己寫出來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哪有哪些不一樣 其實你可以觀察一下 它丟出去的結果就是0911 可是你切到上個禮拜聚集這邊 你會發現喔 這個聚集裡面的東西 你把它執行的話 它會是什麼呢 一個公式 有沒有 那這兩個是不一樣喔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實你還可以把它變按鈕 做按鈕的方式喔 跟做聚集的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喔 如果說 我現在假如已經寫完之後 那我要把這兩段程式 兩個SUB 變成兩個按鈕的話 那其實做法跟上個禮拜 那個聚集錄製做按鈕一模一樣 插入表單公式箱裡面的按鈕 拖拉一下 好 然後呢 找到什麼呢 你會發現喔 這裡面聚集名稱喔 它就會出現你剛剛的SUB了 門號跟清除 那所以呢 我可以怎麼樣呢 直接找到門號 然後呢把它複製一下 因為複製就少打兩個字 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按鈕 這個把名稱改掉貼上變門號 那清除的話 我上個禮拜講過 因為我要讓它一模一樣大的話 所以我的習慣是按右鍵 複製之後的話呢 把這個門號再貼一個 為什麼要再貼一個 因為我可以拿這個來做修改 因為我要避免說 下面這個清除的按鈕 它的大小跟上面不一樣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清除掉之後 再重新把上面的名稱也改掉 按右鍵你可以怎麼樣 重新指定聚集 然後呢 再修改它的那個 這個名稱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按一下門號 你會發現執行了 清除 再說就全部清除了 OK 應該沒問題吧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了 只是說 你要能夠把這個結果做出來 其實可能還是有點難度 所以特別重要 1 我剛剛是把剛剛的這個外面 包一個for回圈 2 把裡面的i 改過了 OK 那這個時候就已經可以 執行4到103列 再來的話呢 把它這個門號的sub 到end sub 複製貼到下面 改成清除 後面的東西改清除 OK 就是兩個算號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有一個門號 跟一個清除 再把這兩個 變成兩個按鈕 OK 試一下 我想應該沒問題啦 先試試看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自己怎麼樣 把那個VBA 撰寫完畢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剛剛講的這部分 按鈕 自己寫出來 其實 裡面這樣程式只有三行 一個回圈 加一個敘述 讓我們來的 快點 到了 我們要不要 有些人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整理一下 好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